善變的水 活動減速 大氣當中的水蒸氣 會因為時間、地點 而改變它的含量 所以我們把它歸類為 變動氣體的範疇 雖然它的含量不高 但是對於各地的天氣形態 和每日的天氣變化 影響甚至 凡是水三態之間的變化 都是水循環的途徑之一 從這個活動當中 我們可以觀察到 水蒸氣擬解成水滴的現象 藉此模擬雨滴的形成 實驗器材與操作說明 玻璃瓶 鋁杯 冰塊 溫水 把溫熱水倒到玻璃瓶裡面 水量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比瓶底稍高即可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用鋁杯 把它放到瓶口上 如果要加速凝結的過程 可以在鋁杯裡面呢 倒入一到兩塊冰塊 這樣就可以加速凝結的過程 整個實驗裝置就是這樣子 每隔一分鐘之後呢 觀察杯底凝結的狀態 170豪 170豪 210豪 科學概念說明 在鋁杯的底部可以看到凝結了許多的小水滴 這是因為鋁的良好導熱性質 讓水蒸氣的熱快速的被傳導出去 當水蒸氣在此聚集之後 就會變成肉眼可以看到的小水珠 隨著時間的過去 小水珠就會變成很多的水滴狀 在自然界當中 蒸發的水蒸氣上升到冷烈的高空時 由於氣溫比較低 所以飽和蒸氣壓隨之下降 因此水蒸氣容易達到飽和並且凝結 接下來就會變成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雲 小水滴若持續累積 就會形成重量更重體積更大的水滴 若空氣浮力或傷身氣流 沒有辦法支撐這些重量的時候 它便會掉下來形成降雨的現象 這也是水循環的途徑之一 應用發展 如果沒有冰塊 也可以從冰箱當中拿出清涼的飲料 來演示這個現象 其中以鐵鋁罐的效果最好 教師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凝結的小水滴到底是從哪邊來的 如果發現學生有這些水滴是從罐子裡面 跑到罐子外面來的植布概念 當教師發現這類型的迷思概念時 更要去破除漢影檔 讓學生有機會去重建其認知積模 以利後面的學習 學生有機會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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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